也沒有特別為了在過年前 就是本來想早一點啊 然後可是又找不了啊 然後歌錄好了可能宣傳還沒弄好啊 你看我們現在還在拍MV嘛 歌已經出了 那所以其實是準備不好 然後所以先讓大家先聽 也希望這歌可以在也好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可以聽一些新的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這歌有一點鼓勵的意味在裡面嘛 那所以希望大家聽了後 會感覺到有一點被鼓勵到 然後可以積極的面對 接下來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 上一次要配合嘛 然後要配合女生他們唱的方法 然後他們的聲音 然後不一樣的唱法這樣 要去配合人家這樣 上次那個是featuring張學友嘛 那現在張學友自己唱 那就可以完全是張學友了 我自己對那個歌的感覺了 就不用去配合 然後所以整個用力的地方啊 或其他的地方都不太一樣的 也沒有特別去處理 只是感情的感覺不一樣了嘛 因為這個歌是現在是自己唱嘛 然後所以比較孤獨啊 比較無力啊 那個部分也是屬於我自己了 那不光是去鼓勵別人的那個聲音了 上次是唱因為光是鼓勵 你會故意唱得比較積極一點的 然後這是他因為有一個心情的變化的嘛 那所以他前面你那種孤獨那種無力 要轉變成一個自己鼓勵自己的一個唱法的時候 他沒有就是我自己也不是他 是沒有那麼的強調在鼓勵上 只是在情緒上有一個改變這樣子 這個啊這個基本上我剛剛講的 這個歌本來就是有一點就是鼓勵大家的 就是很多時候在你要放棄的時候 學會只是放棄放棄的念頭 只是在那個時間去休息一下 然後去看看世界看看其他的東西 然後積累一些自己的能量 或是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然後可能也同時間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然後可以再往前繼續前進這樣子 所以給自己一個機會去休息 然後就繼續往前走這樣子 就不要選擇放棄完全放棄這樣 這歌的在這個古董店 在這裡我演一個古董店的老闆 其實面對著那個疫情期間的衝擊 整個經濟的下滑 然後也要面對結業的那個選擇 然後自己到外面去看一看 剛剛已經拍完那個對嘴部分了 就是在這裡在這個店裡面 我要準備關門那個星星的已經都拍了 然後待會我就去拍一些 看到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人都在 其實在順的時候或是順境或是逆境的時候 都是非常努力的在生活 那就是從中被啟發了 然後自己繼續往前走這樣 很有力量的一個 有一點鼓勵的意味在裡面 不光是現在的 不光是現在的心情其實是 永遠都會 人嘛 永遠都會有 軟弱的時候 然後 偶爾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然後就希望這個歌可以在那個時候碰巧 你覺得有一點累或有一點軟弱 那你就聽一下 希望它可以給大家或是我自己一些鼓勵一下 也沒有剛剛就講了 其實這個歌就是希望大家放下跟放棄是一個選擇 那你放下這個東西是可以拿起來的 放棄就是丟掉了 這個東西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選擇 選擇把一些東西放棄還是先把它放下 我覺得放下是一個很聰明的想法 你放下來等 我常強調一樣東西世界都在變 所有東西都在變的 現在看到好像沒有希望的東西 它明天就有希望很奇怪的 也不知道哪裡來的 為什麼它會改 不是我們都是人嗎 很多東西不是我們都可以操控的 這世界在變 然後你就隨著世界去變 那你放下的話 你有機會再拿起來 然後繼續往前走 那你放棄的話就沒了 你想找都找不到 再往前走也沒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我覺得放棄是一個比較聰明的想法 那就放下比較是一個聰明的想法 就是最近在網上聽到有一些朋友說我才開演唱會 我真的是會開演唱會 只是在準備中 那有一些已經在開始這樣子 我希望在未來半年可以跟大家見面這個 可是現在網上看到所有的名字或訂票 你千萬不要訂 因為真的是還沒開始 因為整個東西都在進行中而已